巫统最高理事拿督洛曼 早前因为恐吓一马公司案件的控方证人 而在藐视法庭罪名下 被判坐牢一个月 不过案件如今峰回路转 联邦法院基于洛曼在庭上 毫无保留的公开道歉 因此撤销了他的一个月艰刑 并以守刑一年取而代之 以法官丹斯林纳利尼为首的 联邦法院三司今天一致裁定 改判洛曼守刑一年 法院考量到洛曼已经表达 毁过之意 同时承诺不会重犯 因此监禁判刑可能不再合适 但要是洛曼在守刑期间 出现不当行为 法官将重新传召当事人 给予必要惩处 那利弥补充 恐吓行为将导致证人害怕出庭 进而影响司法公正 是不折不扣的藐视法庭 高庭早前之所以判处他监禁 是因为洛曼当时没有道歉 也毫无悔意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